因為他們以為我現在已經到這個安寧病房了 他們以為說癌症四期 對癌症四期 然後呢這個Google或者是很多的數據 可能就是很多的時間 然後三到六個月啦 不到一年啦 或者是等等等 那我因為提到病情的話 我就有問提起說 那這個地方我怎麼說呢 醫師就說 癌症癌癌宅癌 我的翻譯是活在死去當中 就是你什麼時候會死的就不死 反過來大家不是也都一樣嗎 你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激發感想變化 沒有人知道 這個就是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神奇的力量 我在我的臉書上面分享這些訊息 然後呢除了療癒我自己之外呢 還有給大家帶來幫助 我得到太多太多的回憶 然後跟我講 我小時候也加暴 我媽媽也不要我 我爸爸怎樣怎樣 我媽媽怎樣怎樣 我抽菸幹嘛幹嘛 我得癌症如何如何 我才知道說 你不是唯一的 對 然後他們 他們不敢說 那現在我覺得有一個 釋放的一個出口 我們彼此安慰 那也幫助到別人 然後我沒有想到說這件事情 會得到大家這麼多的迴響 可見 這世界 有多少人 是在黑暗裡面掙扎 沒錯 有很多人被人家欺負了他不敢講 或者是他得癌症了他怕出去 欸很多人都說 你得癌症你就是報應啦 或是你帶一堆啦 還有 還有可能啊你就要死了啦什麼的 我覺得這種東西其實 這是會讓我們不敢去說出來的原因 我們都很怕被貼上標籤 然後會怕人家會 帶衰別人啦 然後或者是帶給別人困擾 或者是麻煩 可是其實我們是很需要別人幫助的 我們也是很需要就是 嗯 自己還是要活的有價值 是 我剛剛才跟我的就是 醫師聊天 嗯 然後呢我就跟他說 欸醫師 因為這畢竟還是會牽扯到 一些病情的問題 醫師就跟我講說 因為其實最近 最近我的朋友來關心我 都是很擔心想說 欸現在還好嗎 因為他們以為 我現在已經到這個安寧病房了 他們以為說 沒錯沒錯 一般人的想法 對癌症四期 然後呢 欸這個Google 或者是很多的數據 可能就是 就是很多的時間 然後三到六個月啦 不知道一年啦 或者是等等等 嗯 那我因為提到病情的話 我就有問 其實說 那這個病房我 我 我怎麼多呢 其實就說 你一定隱才隱 我的翻譯是 活在 死去當中 就是你什麼時候 會死 真的不知道 反過來 大家不是也都一樣嗎 是啊 你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 激發感非常變化 沒錯沒錯 沒錯 小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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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燈